兄弟们今天来学校刚好保安啊 他的工作结束了 今天也没什么事啊 这几天种树非常的辛苦 很多的粉丝朋友让我想个办法 怎么去增加他的月收入啊 目前我给他开的工资呢 原来是5000 现在加了1000 现在是6000 我们中文老师呢 在学校的工作呢 是200美元左右 另外的话还加一些这个维护 杂七杂八的一个费用 每个月开销大概3000块钱左右 今天呢就是来这里 跟兄弟们几个人商量一下 看看怎么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在学校 保安现在除了在学校当保安 他还干什么工作 没有任何事情 主要是有什么建议 就是让他在学校 就是能赚点小钱什么的 他如果买一个小套怎么样 就是买一些 卖水啊 冰淇淋啊 这个在阿富汗学校里面 能不能开这个小卖部呢 学校里面有 都有是吧 那行那我要跟这个校长申请一下 校长跟我关系还不错 跟校长申请一下 给他一个就是学校里面的工作 卖卖水卖卖什么都可以 因为他真的很可怜啊 就是两个老婆都挂了 他娶了第一个老婆 然后生了两个女儿走了 他娶了第二个老婆 生了这个男孩 第二个老婆也走了 保安的这个医生啊 也过得比较悲惨 现在呢也也没有什么钱振 有人说不让他再找老婆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 如果说以后他有经济条件了 有钱了对吧 再找一个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不打孩子就行了 毕竟他一个人又要工作 又要照顾三个小孩 怎么照顾也照顾不过来 对吧 这两个女孩呢都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读书 这个儿子呢也在这个读书 都是免费的 我现在给他爸呢 就是平时这个福利也没少给 大家视频也没少看 对吧 但是总得就是说真的帮他一把 学校这边老师啊 领导啊 包括这个校长都非常支持啊 就是让我给他找个试作 比如说开个小卖部啊 到时候我跟校长可能随便一说 哎 这事情就答应了 咱们看看这个学校 目前啊就是没有合适的房间给他弄那个小卖店啊 对不对 苏元咱们问一下那个保安 就是这个房子啊 他能不能给他摆个小摊儿卖一下 在这里睡觉 只能睡觉是吧 这里不行 所以在这里不去睡觉 不能是吧 那我们这个教室 你像周老师 你知道学到这个教室 能不能搞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不行 因为这些教室都是老师们上课 满了是吧 这个是满的 然后那边二楼是图书馆 那边二楼是那个放电影的 那边两个就是教学的 所以说要在这里弄的话非常困难 咱们要不看一下 就是能不能到那个喀布尔 给他们买一个那种小推车 就是那种柜子 可以卖点饮料 卖点那个饼干那种能不能 可以没问题 你跟他说 就是我帮他买这个摆摊的那个小车 然后他自己就是拿他一个月的工资6000 然后我再给他送个4000 就是1万块钱用来进货 然后让他做这个生意 应该怎么样 他说可以 给他这个启动资金 兄弟们 就是在那个喀布尔买一个那种小推车 大概要多少钱 应该6000到7000 7000是吧 那就和人民币500块钱左右 对对 保安的一个月的工资是大概 现在不到500块钱 480左右 然后再给他额外加点钱 大概给他启动资金800块 这个生意能做成 他就做成了 那做不成的话 我就怕他自己把那个小麦店的东西全部吃掉了 那你跟那个保安大哥说 我们去给你进货了 到时候你那个饼干 什么别被自己吃掉了 咱们给他开一个这个小推车 买一个小推车 然后看一看 这个推车到时候跟校长商量一下 把这个推车放到这个地方可以吧 这个地方让他摆个摊卖个货 这个地方可以啊 刚好又在这个教室门口 对吧 每天他就在这个地方卖个货 平时开个门 他女儿上完学了 可以帮他一起卖个货啊 像这个工作的话 在学校里面如果说弄开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肥柴啊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活就是干脆就给他算了 我们去那个市场那边啊 就是搞搞看看能不能买到那种小推车 买一个合适的 明天拉到学校送给他们 兄弟们 因为上次嘛 就是给保安家也送了很多东西 也看了他们 现在三个小孩都跟着他们 现在家里面有人看他吗 没有 没有人看到 有没有贵重物品在家里面 没有 没有 贼都不去啊 前不久给他买的那个东西也挺多的 家里面现在粮食什么的都不缺了啊 现在没有 现在有没有存款 就是问的保安 没有 存款还是没有 还是月光族啊 兄弟们就是在这个村里面的 普通的村民 他们的月收入在那个300人民币左右啊 就是甚至说200多的也有 我给这个保安在学校的工资啊 差不多是这边村里面一个高于市场价的两倍的一个工资啊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而且我也不会拖欠他什么的 像之前我们给他买的这些东西都不算 平时确实很多 直播间的这个粉丝朋友们看到保安一家非常可怜 让我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啊 所以说基本上该给的都给 这次回来呢 就准备给他们找一个啊 就是一直能够赚钱的 像他们如果说开小卖部的话 连启动资金都没有啊 买一个推车的话 就要他一个多月的工资 然后进一趟货呢 就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他要不吃不喝不睡 然后要三个月才能够干这个 咱们呢就准备把这个事情帮他去做了 花这么多钱也花了 就是不在乎那个一两千块钱了 保安这一家子真的特别的可怜 对吧 他在学校呢 把我们守这个门呢 也非常的负责 就是平时我们让他去做一些这个工作 比如说前几天让他那个弄那个花 对吧 分分钟他一个人就弄了 腰还疼呢 对吧 所以说之后呢 给他准备找一些这个舒服一点的工作 比如说开个小卖店啊 平时他的两个大女儿也可以帮他守店 咱们问一下他两个大女儿 你像平时你爸爸如果说工作太忙了 你能不能帮他看个店子卖点货 可以啊 可以 他说对啊 没问题 他也在学这个中文 最近上课了 学的还可以 真心的想帮助一下这个家庭啊 因为这个是我见过最惨的啊 娶一个老婆老婆挂了 娶第二个老婆又挂了 来这个咱们再补充一下 你像那个小推车放到学校的话 这个生意应该还不错吧 就是卖点饮料 卖点什么蛋糕什么的 可以 我觉得他可以放在这里 学乡写可以好 他可以推到外面 下课还可以推到外面 是吧 那今天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给他搭业下来了 然后我们回到喀布尔 然后明天的话会在这个集市上 帮他采购那个小推车 再带他去那个集市里面进一次货 他只要说会进货了 以后的话他就知道 什么货缺了就进到这个学校来啊 行那我们走了啊 再见啊 再见啊 拜拜 再见啊 这个保安的儿子也挺聪明啊 走了啊